相信你已经看过云大师的风水画 也有很多朋友已经收藏了云大师的风水画 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收藏 以下有七个原因 为什么你应该收藏云大师的风水画 第一云大师的风水画有真金跟白银 对了24K 22K 18K有不同的层次感 重点是黄金是永恒的 你的风水画既可以保值 那也希望你放了风水画之后 你的财富和富有也像黄金一样 可以永久保值 第二云大师的风水画是不能够复制的 对了因为其中用了一套叫做泼墨法 而且是三四层的泼墨法 所以连云大师本身都不能够再重新画一幅一模一样的风水画 那意思就是当你看到一幅你心仪的风水画的时候要赶紧选购 因为已经不见了就不可以copy也不可以print 也不可以有一模一样的再次出现 第三云大师的风水画有非常多层的加持祝福 这是因为云大师的每一幅风水画都有至少八到十二层的功夫 三层泼墨啦金啦白银等等 那画画的时候是大师明师的时候 每一层就有一层的明师的功力在 八到十二层你把它放回家就有八到十二层的明师 围绕着你围绕着你全家人 第四云大师的风水画在黑夜中会发光 对了当你开了UV灯之后黑夜里就会发光 我们在白天里看到黄金啦孔雀等等 关上灯开上UV就会看到满天繁星 这个就是白天会旺财晚上也会旺财 第五云大师的风水画有这个旺财的诗词 对了你看靠近点的话有画而且大师还写了字 这个不是古代的字 这个是现代的新版的大师写 非常正面非常旺财的诗词 所以你把大师的风水画搬回家的时候 不只是黄金啦白银啦孔雀满天繁星 包括文字都会给你和你全家人带来正能量 旺财的能量 第六就连皇室贵族和艺术界的专家都有收藏云大师的风水画 对了除了我们自己旺财馆的客人很有幸的客人之外 我们也非常荣幸简谷在的王室 很多个成员国王啊皇太后等 包括罗浮宫的director 他们都有收藏云大师的风水画 所以从收藏价值来看的话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值得收藏 第七云大师风水画里的孔雀就代表了你 你和你的人生 很多事情我们是不能够选择和决定的 这就像大师的覆默法这样子 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发挥我们人生最大的极致 望到最多的财富 那就是大师的孔雀所代表的 那就是你的人生和你的未来 这就是七大原因 为什么你要拥有云大师的风水画 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是什么 第一就是云大师的风水画有真金和白银 第二就是不容复制 第三就是有多层的加持祝福 第四就是在黑暗中也会发光 第五就是云大师风水画里有加持的光彩诗词 第六云大师的风水画是连贵族王室的 艺术界的高手都有收藏的 最后呢第七就是云大师风水画里面的孔雀 就代表了你 你的人生和你的未来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收藏云大师的风水画的话 无论从艺术的角度 无论风水的角度 还是从投资的角度 都应该赶紧选上好几幅云大师的风水画 摆在你的家里 摆在你的office 望你和你全家人 那我们就在 关键 画 回来 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d-